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布过大雨特曝 但是雨明显都跟昨天比起来缓和了不少 而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大致上也还是类似的 在白天午后热对流都比较局限在山区 平地降雨几率也都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要提醒的就是温度很高 34到37度以上的高温 大台北蓬地因为这地情的影响 再加上被风有一点沉降 所以温度有机会来到37 甚至38度以上的高温 今天其实在台北星期都已经来到了37.4度了 整个大台北地区温度基本上高温都有来到36度 即便现在已经下午5点多 在内湖还是一样35度蛮热的 而在降雨的部分除了山区之外 可能中南部地区的沿海会有一些零星的震雨 出现在上半天 那么我们来看到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图 大致上来讲除了礼拜三天气还不错之外 在礼拜三的晚上你需要注意 因为山山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会带一些西北风下来 同时环境风场吹的是一个西南风 所以在北部地区晚上会有零星的震雨 震雨几率是有提高的 而真正降雨比较多的时间是礼拜四 礼拜四到时候午后雷震雨的范围 就不止局限在山区了 同时在平地也都会有 同时局部地区也可能会有来到较大雨市 大雨以上的等级 而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 这台风持续的北上 高压会慢慢的稍微增强 所以台湾的水汽会一点比一点的来的再更少一点 但是呢大致上都是一个环境式的过程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温度 温度这几天都非常的高 尤其今天呢你已经觉得热 那么明天还会再更热 明天大台北地区高温有机会来到37 38度的高温 礼拜四温度才会略微下降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